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回到这里见面了 那么今天小黄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阿尼亚基于新旋顺 中轴中景的几番打造一辆行车 它的长光高尺寸分别是5341 2032 2450 咱们在车顶加装有400瓦的单金硅太阳能 车的颜色方面从它现有的白色也有黑色以及银色可以供大家选择 车的右侧的话上部有一个排风口是咱们卫生间的侧排风口 原车的两对玻璃更换成的吹纳窗 左后能的斜前方有一个视镇的窃口 原车的四个能果都更换成的鱼合金的能果 车尾采用的是一个被开门的设计 右侧尾门的上方也安装有一个侧排风口 整车改装完成之后 准备质量是2780千克 最大总质量可以达到3300千克 车身右侧从上至下分别安装有对阳棚 户外灯原车的推搭窗 外部都加装有防防防掉的金钢沙瓦 中门靠后 上部是有一个户外的取电口 下方的话是一个100升清水箱的重力驾驶口 底部的话是一个投锐欧 横管的脚踏 往后的话还有一个户外的携手龙头 打开东门 咱们进入到车内 中共鱼表台以及主副驾车门的内饰 都是沿用了原车的内饰 正正车搭载的是2.07的汽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6A7的自动变速箱 原车的收银机分换成了档航 当然也有2.07的柴油发动机 以及5速的手动变速箱可以供大家选择 驾驶室顶部 咱们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储物空间 内部放置一些 被热被单也基本够用 整车共计有5座 均进行了超前皮的包式 副驾的双人卡座 以及中轮位置的双人卡座 采用的是房车专用的折叠座椅 即可以像现在这样 朝向前方形成一个行车模式 也可以将副驾的座椅形成180度的翻转之后 再结合中门位置的卡座 形成一个四人的对象的会客区 同时它还有第三种状态 就是将这一对卡座完全打平 形成一个长度1米9宽度80公分的单人床 中门对面的话是咱们整车的厨房区域 台面上面采用的是一个隐藏式的洗手盆 下方的话是一些储物空间 底部咱们设计成了一个大型的储物空间 采用的是一个卷帘门的设计 这样既不占有空间 而且放置大件的物品的话也非常方便 除备台面的侧边的外部的天纳窗 内部均配备有隐私链 侧边的话还有一个五孔的插座 以及USB和点音器的接口 晚上看过来的话 是有一个微波炉 侧边的话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厨房区域往后的话 就是咱们的卫浴区域了 采用的是一个卷帘门的设计 即保留了通向后部的过道 也使其具备了完整的卫生间功能 内部配备有灯光测排风淋浴化洒镜子 后期咱们会放置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在内部 当然也可以根据车友的要求 安装固定的合适出辆马桶 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方便 只需要轻轻的拉动卷帘 这样子的话 整个区域就形成为一个长度80公分 宽度80公分 内高1米72的密闭的淋浴空间了 卫生间对面就是咱们的冰箱柜区域 安装的是一款50升的带冷冻和冷仓 双重功能的冰箱 台面上面采用的是一个九分格的设计 下方的话是一个储物的暗格 车尾的话是一个长度 最长可以达到1米78 宽度是1米2的厚横床 横床下方右侧 内部是咱们的建筑系统的安装位置 配备有420的线纯交集电池 以及3000瓦的充气兵一体积 左侧的话 咱们也将这一块空间做到一个分区的处理 内部也安装有一个燃油注射加热器 水冷的防冻液的一个箱形 加热器的控制开关 咱们安装到了床头的位置 侧边还安装有库联系 它既有暖风又有热水 而且热水是极用极有 下方的话还有这种五孔的插座 以及USB和简易器的接口 咱们利用重建设施 重建的过程中 手机的话可以放置在上方的教柜内部 那么它对面的话 还有一长排的这种教柜 咱们放置一些小的物件 也进步共用 那么在中门上方的颈部 这个吊轨门板上面 有咱们整车中控显示区域 车尾的上部 就是咱们配备的一款 12伏单能的变频空调 内级的安装位置 它的外级 咱们安装到了几盘下方 这样子极道的节约了车内的一个空间 那么小黄今天对于质量 五座两卧新全顺 中周终点的一个方式的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了 车友没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是更小话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